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Ogato Stream Deck的上手开箱视频 在这里再次感谢官方送来的样品 这可以说是最强的导播台了 在这里推荐大家去关注Ogato中国的官方Bilibili频道 在频道里面有很多官方中文版的指导教学 很多教程,可以帮助到大家 估计知道Ogato的人并不是很多 因为他之前在国内没有做代理 要买他的东西只能海淘 现在他在中国有做代理了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的 Ogato他创立于德国 他是专门为内容创作者提供顶尖硬件和软件产品的世界领先供应商 他后来被海盗船收购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Ogato在国外非常的流行 很多主播、直播、ROOS都用的是Ogato的设备 因为Ogato它有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一个完整的直播解决方案 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圆杆这个品牌 我以前用的直播设备都是来自台湾的圆杆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后来我转到了Ogato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Stream Deck 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再也回不去了 已经习惯了离不开了 简单来说 这款产品就是带有LCD屏幕的键盘 你可以自电影按键图标分配不同的功能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个导播台、直播控制台 它将我们直播中所需要的功能 集成到了一个简单直播可视化的小工具里面 你再也不需要慌张的去找麦克风进行按键来进行了 也不需要按Otip从游戏切换到OBS来切换场景 进行、录制之类的功能 有了Stream Deck 你就可以不用切换窗口 就可以一键切换场景了 这个相较于快捷键或者红按键有什么好处呢 红按键可能会冲突 或者说你的键盘快捷键在这个应用程式可以用 那么切换到另外一个程序就用不了了 也就是试用性的问题 它可以一键快速打开你想要的软件 就比如说QQ、微信、Premiere 还可以快速打开你经常访问的文件夹 就比如说录制的文件夹、渲染的文件夹 还可以快速打开你想要的网站 就比如说直播间、YouTube、B站 还可以在你玩游戏的时候快速开始录制 静音麦克风、切换场景之类的操作 总的来说这四款很不错的导播台 它可说话的操作 可以实时监控信息 就比如说你的CPU占用率 你的那个观众人数 你还可以一键指导你想要的功能 这款StreamTag这个月在做年终大促销 原价1000多 现在只要800多的白菜价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明天就是算是饿了 还有更多活动哦 天猫还有惊动的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最后再次感谢海盗传达赞助 大家也不要忘了去关注 Ogato的bilibili官方频道哦 偷偷告诉你们官方近期还有出奖活动 大家也不要忘了去关注 就有机会白票到最新的产品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